哈喽各位小伙伴,欢迎回来 那么这期课我们将通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demo 来对安卓Broadcast做一个归纳 我们这期课的demo它是一个短信和来电的防火墙 那么在做这个之前首先要回想一下 这玩意需要用条件什么概念 那么短信我们一开始其实说了有一个很节短的广播 我们只要接触到这个广播就可以把短信给忽略掉 那么如果你要截取到这个广播 你要知道你的优先级 那你得设置的高一点对吧 如果设置的低了很可能已经被系统收到了 那你再忽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做不成一个防火墙 当然对于我们的来电也一样 首先要把它优先级设置的高一点 这是你要考虑的 那么接触到以后呢 我们要考虑到是哪一个广播 对吧可能广播类型比较多 那确定是哪一个广播 然后将它忽略掉 或者呢可以提取一些内容 做一些修改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短信这一块 看短信呢 我还是通过手册上来看 对于短信 我们知道一开始有一个广播叫 sms received 那么通过忽略这个广播 我可以把我们的短信给忽略掉 那我们看这里边有一个解释 我们直接看这块这个广播有一个问题啊 跟我一开始说的不一样 如果这个APP不是一个默认的短信APP的话 那会接收到这么一个广播 而且这广播它说的是怎么样子的 不能被忽略掉的 那和我一开始说的是有些矛盾的 对吧 那如果这条广播不能被忽略掉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你做不成防火墙 那么这个需要注意的是 它和安卓的版本有关系 我们知道安卓在不停的更新了 有些内容也不停的变化 那么对于4.4以前的版本 我们可以使用忽略这条广播来做 那么对4.4以后的版本来说 这条广播是不能被忽略的 所以你要做这个短信防火墙 你要考虑到版本的兼容性问题 那我们首先来忽略一下这条广播 这时候我们需要选一个4.4以前的 不能选4.4以后的 那你的模拟器也要创造一个4.4以前的 那我这个模拟器呢 创的是3.0的 我们来尝试的去忽略这条广播 我们来切换到安卓Studio 那么创建这个项目呢 我是TES3.0 说明我要在3.0上测试一下 这短信防火墙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首先呢 这个广播进入器也得定义好了 我把它的内容也顺便写了吧 定义这个过程我就不写了 比较简单了吧 先来这个log 接收到广播 然后呢我们知道有一个about broadcast对吧 忽略这条广播 我们再打一句话 以证明我们这一条忽略这个语句已经执行了 那么对于这个接收器我们需要进行注册 注册有两种方式 一种动态一种是静态的 那你想想如果你要做一个短期防火墙 应该采用那种方式 当然是采用静态的对吧 那么动态的它有个缺点 你必须启动APP才能实现你的这个防火墙的功能 我们知道这个防火墙呢 也不可能你的APP一直在启动 它只要钻到手机上 那就over了是吧 所以如果要实现这种功能 你必须对它进行一个静态的注册 只有这个样子呢 才能保证你的APP不用启动 它就能实现你的功能 那这个短期防火墙它有一个Action 我们来把它的Action写上去就OK了 我看这个名字是什么这么写的啊 哎呀我忘记了 找一下这个名字吧 写错了 这呢 OK 那么这个样子 我们将接收短信呢 这个广播呢进行注册 那我们想让它优先接收到广播 然后对广播做一个忽略的 所以在这里边 我们要做一个优先级的设置 -1000到-1000 我们把它上最大1000 这样子你可以保证呢 你的这个APP会优先接收到广播 然后才能做一个处理 注册完了以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运行了 那么运行的人需要注意啊 要一个3.0的模拟器 我看到了我们这个模拟器是3.0的 然后运行一下 OK我们看模拟器它已经运行出来了 虽然没有什么界面的 那我们通过这里边来给它发个短信一下 我发个短信我们会看到logcat里边有输出对吧 说明我们的短信发出成功了 你收到一些广播 但是你会看到我们这个模拟器 它没有短信的提示 我们看到通知栏没有短信的 那如果你切换到短信APP里边 你也看不到我们发这条短信 这完全是由于我们使用这个about 将它忽略掉了 那接下来我把这个APP 运行到另外一个模拟器里边 我们把这个关掉 换一个APP模拟器 那这时候我们换一个 4.4以上呢 这应该是个5.1的模拟器 我们再看我们这APP能不能用 OK现在呢 你已经看到这个5.1的模拟器启动了 而且APP已经下载下来 那我们继续给它发一个短信 看看什么情况 OK一条短信过去了 再来一条 我们看到这里边是logcat已经打印出来 说明它收到了短消息 看我的模拟器 这一块有个短信的提示 打开这个短信 我们会看到呢 有短信的内容对吧 两条短信 那么说明了我们这种方法 到了按照的5.1G上面 它是不能使用的 这是完全有按照的更新以后 产生这么一个结果 那它对安全机制做了一个更新 不是任何APP都可以截取你的短信的 这是一个安全的优化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样子就不能取到你的短信了 其实也是不尽量呢 我们翻回到我们的手册里边 你可以看到呢 上面还有一些解释 只有一个系统APP 才能修改我们的短信这个provider 我们知道provider呢 它是一个内容提供的 那按照的是 以后呢 它对这个安全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只有系统默认的APP 才能修改你的短信内容 截取你的短信 其他的APP是办不到这一点的 它永远无法忽略那条广播 它也收不到其他的广播 我们看到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广播可以做的 在短信里边 有这么一个广播deliver的 还有一个webpass 广播类型比较多 那么如果你的APP 想要做成一个默认的系统APP 你需要中心以下这些原则 那如果你把它做成了默认的系统APP 你就可以把短信给删除掉 因为它可以修改我们的内容提供者 也就是说它可以修改你的数据库 那如果可以修改数据库的话 那一切都非常好办了对吧 那要做成一个系统默认的短信APP 需要有这么一些做法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 在按照系统里边 只能提供一个默认的短信APP 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做一些修改 而且要保证你的APP 可以作为默认的短信APP 有这么几个步骤 那么这些东西 如果你从网络上去查的话 也可以查出来 可能有少聊的文章会写到这一点 只要遵循这四个原则就OK了 那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是有一个广播接收器 它收的是这么一条广播 SM Deliver 然后呢可能需要一个权限 是不是 Broadcast SM Permission 那么先来做一个广播接收器 这个时候我回到我的Broadcast07 到这个demo里边一个一个的做 哇这些没用的先关掉 那我们来到我们的07里边 大家看到我这里边我已经写创造了一些东西 因为这个创造过程比较简单 我就忽略掉了 首先有这么一个receiver Deliver 看到手册是说什么 它要收这么一个广播 按照Provider Technology SM Deliver 需要一条这样的权利 那么这个接收器定好了 我们进行注册就可以了 下面还有一个Broadcast Receiver 需要收的是这么一条广播 WebPost Deliver 然后还有需要这个mini type 还需要一个Permission 我先把这两个广播接收器做好了 当然这个注册应该是使用这种类型的注册 这是一个静态的注册对吧 来把它的名字给找到 这个名字在哪呢 然后我们看到它需要一个权利是吧 Broadcast SMS 那么这个权利呢 需要写在这儿啊 先给它注视一下 按照Permission 那么这个Permission 我从下面找一个 我把全的权利都列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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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第一个我弄好了 那我们再来注册第二个接收器 第二接收器的我们是 另外一条广播 这么一条广播 这个呢 是用来收彩性的啊 然后我们看它需不需要权利呢 Broadcast Web 这个Permission 我们来找到这个 这么一个权利 要写错地方了 OK 权利也弄好了 然后我们再不想看还需要什么 啊 这是一个 有一个这么一个东西 mini type 那这个应该写在哪呢 mini type filter里边呢 有这么一个data标签 我们来找一个 大家看这有个mini type 对吧 这个type应该选哪一种的 是这么一种的 完全从那复制粘贴 那这条广播呢 用来收我们的材性的啊 OK 那两步已经做完了 两个接收者 我们再不想看 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activity啊 需要创建一个activity 那这个activity呢 需要包含这么一个felt Action Set2 然后还有需要这些属性啊 他呢没有生没任何权利 那么创造一个activity 这过程比较简单 我已经创造好了 直接给activity先注册一下 我们看他需要什么 什么样的activity 按照intent action center 我们看到他还需要一些属性啊 那么这个activity需要这么一些属性 我们把它加上来 用data标签 我们看里边有没有这么一条数据scam 然后我们这里边有一个sms 总共有四条 我把它都给弄上来的啊 sms2啊 收短信发短信的 再还有个ms 这是一个彩性 那我们看这四条都有了 对吧 接下来还是一个service service这是一个服务 服务这一块我们还没有学是吧 那服务呢和activity呢 几乎差不多 我们来看这个服务 那首先需要这么一个action 那首先你要创造一个服务 那服务的创造 你得看一下 因为你没有学服务是吧 非常简单啊 创造一个service 那么这个类呢 它是继承我们的系统service 然后复写呢 它一个方法就ok了 这个方法是一个抽象类的 必须实现它 然后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manifest进行注册 那么service和activity呢 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四大组件注册方式几乎差不多 还是name name下面是一个inted filter 顾虑器 顾虑器下面是一些属性的action 哦 刚才我复制过来了 把这个action加上来就ok了 这样呢就完成了这个服务的注册 我们看它需要些什么东西啊 什么也不需要 那么下面这两个activity和服务呢 是作为一个系统的短信APP 来做一些其他事情的 比如我们的收发短信 和接受其他APP发过来的短信 我们看到呢 这个service还需要一个permission send response 这么一个permission 我们从下面再找这么一个permission 那我先把所有的permission给你准备好了 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比老忘这个permission 忘了以后你什么事都办不了了 这一点大家需要注意啊 做这个APP的时候我们的permission 一定要记得加上去 不加你的permission 到最后可能效果没有你想象的样子 然后接下来应该差不多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 我这好像缺个东西啊 哎 那么这个service呢 需要一些特殊的属性 把它粘进来看是不是啊 看到service 要有这么四个属性还是 这个样子应该就差不多了 来试一下吧 ok 那这个货呢 已经在我们的5.1 这个系统上启动了 那我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这个系统APP 已经做的差不多了 但是呢需要进行一个选择啊 要进行一个设置 现在系统默认有一个APP对吧 我们点击短信这一块 来把它修改一下 setting这块 再有个smsenable 我们从这里边 选一个defaultsmapp 现在我的default呢 是barca 07对吧 所以选这个 选好了以后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啊 我们看到这已经disable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发一条短信 大家看到我 哎不停的点击 但是你发现我们的模拟器没有任何反应对吧 它收不到你短信了 而这里边呢 啊还是有些消息 那这个消息呢是上一个APP的 如果你在这个receiver里边加一些消息的话 它这样可以接收得到 这个我就懒得去验证了啊 总之我们这样做呢是做成一个系统默认的APP 然后呢接下来内容就由你自己来做了 但现在我们可以尝试的把这个卸载掉 对吧 ok 看它已经限制完成了啊 那再次来翻一条短信 看到短信突然就过来是吧 再看到短信这又过来了 再加也 Secretary 是的 出发 mü